男人历经千难打败最终Boss 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其他玩家都有了登出按钮 偏偏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在了游戏世界 本以为这是什么奇怪吧 不曾想下秒他竟穿越到了500年后的游戏世界 那些曾经跟随他的人际队友 如今都有了自我意识 并且都成长为了名阳世界的大王 而男主刚来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毕竟没那个游戏能做到这么真实的质感 他打开属性版面发现等级已经来到了259级 并且各项数值都提升到了夸张的程度 但唯一没变的是依旧没有登出剑 在草地上滚了几圈发现后 他也只得无奈接受这个事实 突然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还有个家 于是拿出引路道具准备先去家里看看 然而家的样子没变 可经营的人却是完全陌生的面孔 此刻正被几个不怀好意的男人往外拉 也就在离开结局的瞬间 少女的身体突然散发出诡异香气 下秒一只魔物就被吸引过来 男人们见状拔腿就跑 独留少女原地等死 好在关键时候男主出手相助 这完全逼真的打击感让他再次坚信这是现实 简单打过招呼后 少女太美也是表明了自己身份 原来她只是帮师傅看这个名为悦似的店铺 听着对方空中师傅的名字 男主瞬间激动起来 那人不就是曾经跟随他的精灵女胡吗 但遗憾的是 太美的师傅正在其他地方 不过太美表示可以为男主流言传话 可需要收一千银币的费用 这可让男主头疼了 毕竟他身上只有不知价值的圣经币 而他实在也没想到 太美健壮竟然一脸不可置信 只因男主是从一空间拿出来 要知道一空间可是只有种族之王 和极少数牛逼人物才有的技能 并且圣经币的价值更是有价无视 除了是能增幅魔法的功能 换算成银币起码上百亿 文言男主却是傻眼 在他印象中 这玩意不应该是最小的货币单位吗 接着太美询问男主究竟是什么人物 可男主的高阶人族回答差点让他吓晕了过去 只因在这个世界 高阶人类早在500年前的世界灭绝了 这么说起来那时有数万人被困在游戏世界 在他打败最终Buff后 除了自己其他都有了退出剑 为了感谢太美的关键情报 男主索性直接将圣经币送给他 毕竟增幅魔法的功能应该能帮到身为精灵的他 此言一出不要紧 太美又一次迷茫了 明明师傅给他施加了幻术魔法 可为什么男主还能看穿自己的种族 原来曾经和视太美也是一只正常的银发精灵 可不知为何受到诅咒导致变成了吸引魔物的体质 结果直接被赶出了村子 得快幸运了现在的师傅才有了安身之所 太美的凄惨遭遇让男主不免心生同情 决定帮帮这个可怜少女 于是在用分析技能解构后 男主也是对正下药用相应的净化魔法解开的诅咒 但奇怪的是 诅咒虽然成功解除了 可太美的头发只有一部分变回了引发 殊不知哪怕是这样 太美就已经感动得泪流固止 为了验证是否彻底解除了诅咒 男主带着他来到外面森林四处游走 果不其然没有一只魔物出来袭击 时隔几十年再次感受到自由的风 太美就不禁感慨万千 心中暗自下定决心非男主男主不嫁 于是在得知男主要去大城市后 太美拿出了师傅的介绍信 只要有了这个男主就相当多了一张万能通行证 而很快男主就发现这介绍信确实很方便 不仅能免排队进城 还有专门的人带他去冒险工会 在等待精灵女仆的同时 男主决定以冒险者身份重新探索下这个世界 期间他发现人们的装备大多 以铁和皮质品居多 看来在玩家离开世界后 发展程度不可避免出现退后 在休息一晚后 男主也是拿到了注册好的冒险者名片 当然是从最低的聚集做起 而他接的第一个委托就是看似轻松的采料 本以为这是在简单不过的任务 但男主因为没有经验足足找了两个半时辰 可就在他返回的途中 竟意外遇到了一个359级的未知魔物 想着为明除害和检测自己实力的目的 男主当即决定上前过过招 然而几招交手下方 男主发现对方肯定是特殊魔物 否则一个不死性魔物 怎么可能拿着光属性魔剑 碍于武器等级差距 男主意识到在这样下去 自己铁剑肯定会先撑不住 于是他选择开大 在男主动真格的情况下 魔物只是一下变寒和而死 不过可惜的是 那把上好品质的光魔剑意外被打飞了 但好在不管怎么说 男主确认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实力水平 看来一统天下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而男主想要的那把光魔剑 却是阴差阳错飞到了帝国公主房间 这个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随手打败了两只看门犬 竟意外获得传说级魔虫幼崽 只要将其培养到成眠就能化身人形 直接飞升成世界最强的怪物之一 自从男主打败三百多级的骷髅骑士后 他便拿着骷髅爆的宝珠来攻会领赏 怎料前台一看顿时傻眼 要知道那可是一级小队都不一定能吻名的对手 可男主却能一个人单挑取胜 这要说没有S级的实力前台都不信 但为了男主所言非虚 前台决定先将宝珠拿去鉴定 而就在等待的功夫 攻会来了一个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枪兵 因为没位置直接坐到了男主对面 只是一眼男主就看出枪兵的武器不简单 那是传说品质的魔枪毒液 可却有着堪比神话级的威力 见男主对自己不害怕枪兵不惊起了兴趣 原来魔枪有个特殊能力可以吸取对手的生命力 基本上所有人都怕被其吸走生命 所以才会对枪兵避而远之 这一切男主身为玩家自然是在清楚不过 但为了避免语民注意 他索性装成只是个没见识的新人 另一边工会高层则是召开的紧急会议 经过鉴定他们确认了宝珠破真价实 文言其实不禁有了个大胆猜想 那就是最近王城飞来的一把光大剑 应该就是男主打败的这只高级魔物所爆的 大剑的材质不仅极其珍贵稀有 还被施加了永久性的光属性魔法 从品质来说已经不逊色于国宝级别的武器 而男主竟然能打败手持这种武器的怪物 其实力不得不让整个国家在意 与此同时 男主因为帮助了饿肚子的兽人女孩 意外触发了一个隐藏任务 去拯救困在北方森林的湖里 跑力道反正也没事 男主便打算过去瞧瞧 不过在此之前 他需要给自己以前的白毛手下传个话 于是次日就来到了白毛徒弟泰美运营的店铺 并拿出了白毛专用的武器仓运 但看着这把蕴含强大力量的宝剑 泰美自己却没想用 只因他觉得自己会被吞噬 文言男主忽然明白了什么 泰美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或许是因为苍越用了四种传说素材打造而成 见状泰美不由的感慨 自从认识男主之后 他的尝试就不断被打过 随后男主又拿出了模具信封 只要写下收信人的姓名 不管多远都能很快送到 但缺点就是只能单方面传递信讯 并且不能传送给太久没见过面的人 而按照游戏世界的时间来看 男主已经整整五百年没见过白毛 因此才需要泰美给白毛传信 交代好一切后 男主就朝着北方森林进发 他倒要看看兽人女孩先前所说是不是在骗他 就这样走立会 男主来到了一所神社面前 也就在他踏入的瞬间传来了结界破碎的声音 但比起这个男主更在神社里究竟有什么 他打开门一看 一只小小的狐狸正蜷缩在奇怪阵法中间 男主刚靠近就发现狐狸身上有毒和诅咒两个负面效果 于是赶紧释放超卫治疗魔法 但刚治好没几秒 屋外就出现了不死军团 看来因为结界的消失导致军团围了过来 可这些杂鱼尽管看起来数量多 但在男主这个数值不万的玩家面前压根不够看 一体都逃脱了 一体都逃脱了 但为了其他人安全考虑 他还是决定在这将其消灭 但男主意外的是石像竟然能开启领域空间 在领域内石像不仅解开了束缚 还能不时发起偷袭 反观男主由于怕伤到狐狸 压根不敢动用权力 好在这是狐狸来的招先人指路 示意男主站在刚才他所在的法阵里 我不其然在法阵中 男主的视野瞬间恢复 对石像的行动轨迹一清二楚 接下来的剧情可想而知 这石像被解决 男主便思考起如何安置狐狸 不曾想在检测种族时 竟发现狐狸是传说魔物精灵狐狸 只要发育到成年期 就是魔物中顶尖的存在 可这就让男主习惯 要知道作为资深游戏玩家 他可从来没见过精灵狐狸有幼崽 莫非这其中有着回到原本世界的线索 故事的最后 白毛也是收到了男主的信件 男人意外地发现 自己随手就下的女孩竟有着占卜超能力 他只是听从对方的建议去了一趟星斗大森林 不料就获得了一只传说级魔宠 只要将其好好培养不仅能化为人形 实力也会一飞冲天成为魔物中的顶点 简直不要太离谱 而为了报答女孩 男主接下了女孩所属教堂发布的委托 但委托的内容却是让男主没想到 竟然是要学习净化这个技能 要知道在这个500年后的游戏世界 只有极少数人天生拥有技能 并且绝大多数的技能获取方式都失传了 更别谈进化这种稀有技能 不过这对身为玩家的男主来说简直小菜一滴 但比起这个他更在意的是为何要学习进化 文言修女无奈地解释道 原来最近总部安排了一个神官过来继承教堂 但这神官传闻是个重视钱财的人 如果教堂真被这人继承 那附属的孤儿院肯定会被砍掉 到时不少孩子就只能流浪街头 而要想改变这一结局 就只有让前任神官的女儿学会特殊技能 抢先一步成为圣女继承教堂 隔至一切来龙去脉后 男主也是询问起了附近哪里会出没高等不死系的魔物 也就在这时 从孤儿院长大的枪兵推门而入 他很怀疑男主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 好在占卜女孩及时化解了双方误会 随后在确认在场人都会保密的前提下 男主也是说起了进化的获取条件 那就是持有名为祈祷圣域的道具 打倒200至150机以上的不死系魔物 此言一出大火都是傻眼 他们压根没听说过祈祷圣域这种玩意 好在男主表示自己手头刚好有不快 这样一来他们只需找个不死系魔物聚集的地点就好了 先由男主将魔物打成重伤 让圣女捕刀就行了 但考虑到魔物的危险性 枪兵也表示要一同前往 于是次日三人就来到亡灵平原 而这里不愧是有名的危险之地 男主才刚把道具交给圣女 面前就出现了魔狼和骷髅兵 但这正是男主所想要的 毕竟300多级的魔物他都是随便刷 更别谈这些一百多级的杂语 随着魔物源源不断的袭来 枪兵也是加入了战斗 虽然实力没有男主那么变态 但打起这些魔物倒也跟完一样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下死手 以免圣女拿不到人头 就这样狂刷了两十半会后 众人来到了亡灵亭园被结界封闭的深处 在枪兵用专属门卡进去后 不一会就出现比刚才墙上数倍的魔物 不过这自然对男主和枪兵没什么威胁 轻轻松松就能把魔物打残送到圣女面前 与此同时另一边 王国公主正带着骑士团讨伐最近出现的特殊魔物 骷髅骑士 如果不是靠着男主先前抱的光大剑 公主也没自信这么快结束战斗 然而其他没大将的先锋部队就惨了 他们在面对骷髅骑士完全被吊着打 好在关键时刻 一位白发精灵手持月光宝剑出现 在众人震惊中三两下就将魔物解决 而他正是这个世界天花板之一 同时也是男主的忠心不暇 奥精灵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在守了五百年火寡后 竟然能再次和主人并肩作战 尽管长时间未见 但两人协力的组合机依旧是那么丝滑 只是稍微联手就将天灾级魔物斩杀 原来就在刚刚 男主为了帮修女快速刷集 于是便跟枪兵组队来到高级魔物的栖息地 首先有两人将魔物打残 再由修女上前完成捕刀吃惊艳 就这样持续两时半会后 修女也终于是到达了150级 并学会了优化技能 然而才没开心一会 天空中突然发生了一遍 一颗凭空出现的紫色光球 开始疯狂吸取方圆十里魔物的魔力 仅是片刻的功夫 一头高达800级的骷髅骑士就从其中诞生 更离谱的是 骷髅只是一拳就将持续了百年的强力结界轰碎了 而且倒霉的是 离得最近的男主等人直接被荡成了下一个目标 这种恐怖的对手即便是男主也没有稳赢的把握 再加上身边还有两个脱油瓶 怎么看撤退都是最好选择 怎料就在这世扑揉一身木头 下秒就有数不尽的小怪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枪兵提议两人合力杀出一条血路 但男主却表示自己留下来电风 感受到男主体内喷勃而出的力量 枪兵也是明白了什么 也不再废话同意先带着修女将事情告知给国家 于是在给枪兵施加了一速增益魔法后 男主也是双手搓出了两道雷光 硬生生在小怪包围圈中开出了一条路 带枪兵离开 男主也是拿出了自己打造的神奇妖刀 势必要大干一场 而他收服的打击实力也是出路锋芒 一招鼓鼓瞬间秒杀了一群 然而骷髅只是一吼 就有更多的小怪再次吸烂 意识到这点男主索性决定放的大招清场 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点 男主也是明白这将是一场十九战 不料这想法来得快去得更快 只因地图上突然有个蓝点正义极快的速度朝这个 稍加思索男主便意识到这是他500年的前队影 当即决定过去接应对方 他来到一片花海中 映入眼帘的正是一个白发精灵 久违的重逢让男主意识不知说些什么 但源源不断的小怪已经逼近 好在达吉懂事地开启了结界 也就在这时 白毛一把扑进了男主怀里 狠狠嗅其身上的气味 生怕主人会再次离开自己 尽管两人内心有千言万语要说 但此刻只需一句就已不已 人打算做点爱做的事实 达吉的结界率先坚持不住了 显然比起重燃昔日感情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骷髅为重 不过这时的男主又恢复了往日从容 只因他和白毛有一招圣魔法的组合剂 恰好克制骷髅这种不死性无 两人联手释放的剩余 不仅能净化小怪 还能给友方单位补削回来 就连骷髅的实力也被压制了几分 现状男主也是再次召出妖刀 照着骷髅天灵盖就是全力一击 然而就在骷髅临终之时 他却说了几句诡异的话 考虑到这或许是返回原本世界的关键 男主也是将其记在心里 回收完战利品 两人便来到一处废墟续旧 互相说着500年发生的种种 期间男主也得知自己的五个队友 在他消失后 前往了世界各地寻找 但在重新召集队友之前 男主想先去圣地探查一番 因为那里可能有着返回原本世界的线索 文言白毛顿时失落起来 尽管他想要永远跟主人在一起 但他明白自己提出这个要求 只会让男主为难 于是微微一笑便将这个话题带过 两人就这样一直聊到了天亮 而妲己经过昨晚一战 也完成首次进化长出了三位 并且还可以口出人言 靠妲己这样会太显眼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男主便让他在外人面前伪装成正常狐狸 与此同时枪冰这边硬是背着修女 跑了一个通宵 眼看就要到达王国 怎料身后一股强大气息正飞快靠近 他急忙拿起武器做好临战准备 殊不知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白毛会趁着自己熟睡 夜戏自己 不但这样还开心地哭了起来 更夸张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 他们就洗皮了小白毛 在这之前公主还在调查Boss决战地 高阶人类早就灭绝 黑只铁匠更不可能存在 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 但是能奢侈到把这种武器当成一次性使用 肯定也不是一般人 然而当初月之次的店长 就是一位黑只铁匠 想到这里公主就打算前往败会 万一真遇上了 还可以绑来做父母 而男主这边因为带来了舒尼 让威尔大事一惊 毕竟苏尼从来都是服屈服 不服从任何人们 男主并不想太过高调 打算把击败领主的功劳算到舒尼身上 但是威尔可不是傻子 见识过解放限制的男主 谁会信他的鬼话 直接就认定了是男主诉讼了一切 这下威尔知道了男主的真实身份 舒尼的主人高阶人类 对于高阶人类的流传已经不多了 只知道他们各种牛逼 甚至被荡成神魔伴 而男主是铸造方面的专家 愿意帮威尔改造毒液 那ならベノムを改造してやろうか ざけんな 物足りなくなったら言ってくれ ビルヘルムなら格安にしとくぜ 这些悪徳商人の面で言われても信用できるか 前前因为过在昏迷的拉西亚已经醒来 虽然眼前就是自己崇拜的苏尼 但是过在带来的晕血 还不允许她自由行动 再次成为了威尔的挂件 分别之时 男主给了威尔电话卡 威尔知道自己如果需要动用这张卡时 也就会把男主牵扯进来 当然身为朋友 男主并不介意被牵扯 吓き込めよ ここまでやって あとはほったらかしって方が寝覚悪いんだよ だが それに ここに来て初めてできたたちと そいつが守ろうとしているちびたちを 当两人回到月之祠 蒂尔那这时才知道 原来男主是店长 对之前的无理 已经尴尬的用脚拇指 扣出了三十一笔 看着满足的美食 蒂尔那似乎看到了 食物散发出的气场 这是强大怪物 或者稀有植物身上才会有的 原来这些料理的食材 都是些几乎不可能拿到的高级食材 但是在男主跟苏尼口中说出来 好像就是些烂大街货一样 半夜男主被重物压醒 眼前的荧幕让他怦然心动 这可是谁都幻想发生的荧幕 苏尼不知在做着什么梦 喊着主人流着眼泪 而一早更炸裂的荧幕来袭 变成人形的右夜 可完全没有人类的自觉 深怕松疮事发的男主 飞快地让右夜穿上衣 之后几个人了解了 右夜为什么会出现在神社 但是对于这些右夜 几乎一问三不知 苏尼这时说到 希望男主可以去见见吉拉特 他也是男主曾经的辅助角色 但是作为高阶寿人的他 寿命顶多150年 现在已经快要有景灯窟 他在这些年里 整合了寿人部落 建立了法尼的守联盟 也成为了一方大务动 就这样大家确定 动身前往吉拉特之处 并且把月之词一起带走 而苏尼需要先行报告 骷髅面相关事宜 男主也需要打几把成熟的武器 因为技能的关系 不知不觉又打出了好几把神器 很快第二娜也放好了音 于是两人前往城市补给食物 男主只因带着满级账号 穿越到了500年后的游戏世界 结果不仅自己有着吊胆一切的力量 就连昔日的NPC手下 也都成了名震一方的大佬 这天因为其中的一个手下的大限将至 男主决定过去看望一下 不过在这之前 男主却先来到了冒险者公会 想接个顺路的委托 不过令男主没想到的是 明明自己注册成为冒险者后 一个任务都没完成过 冒险者等级却莫名升到了一级 前台大姐姐告诉男主 这是因为她讨伐了高阶不死族的骷髅骑士 以及在救狐狸时 击杀了大量的不死族的原因 而说完这些之后 大姐姐也注意到了男主身旁的地板 以为她是男主刚交的女朋友 尽管男主也解释了 可大姐姐还是有些吃醋 男主也是无奈 只好赶忙转移话题 打听起了顺路的委托 而大姐姐一番寻找之后 还真的找到了一个护送马车的任务 于是男主果断接下任务 随后让大姐姐帮忙给蒂娜 也注册成冒险者后 两人便准备出发了 但这事男主却突然想起 他竟然忘记把月之刺给收起来 于是为了赶时间 男主便决定用传送时传送过去 虽然这在游戏中是很普通的道具 但还是把蒂娜给吓了一条 毕竟在如今的世界传送魔法早已失传 这种道具就算开出天价 也绝对有大把人抢得满 男主居然为了这点屁事 就这么说用就用了 接着空间在一阵扭曲之后 两人便来到了月之刺 随后男主朝着房子一挥手 便将整个房子给收了起来 而这就是月之刺的携带模式 虽然在过去的游戏中 这是每个玩家都能做到的事情 但蒂娜可从没见过这种事情 直接就惊掉了下巴 随后两人再次使用传送时 来到了任务的委托地点 同时国王也听说了月之刺消失的事情 这让国王有些头疼 毕竟那可是自从高阶人类消失后 唯一还售卖有高阶兵器的神秘店铺 而且这五百年来 无论多么强大的怪物都无法攻入其中 没想到现在说没就没了 这样下去可不只是他们一个国家的问题 不过好在他们听说月之刺的店长舒尼 正在赶来王宫 现在也只能等舒尼过来再做定论了 而男主这边出发还没多久 就遇到了一伙打劫的强棒 而且这伙强盗不仅想要劫财 还要劫色 一上来就放话要杀男流女好好爽一爽 听着他们的无言会语 男主也彻底被激怒了 看着男主身上一出的杀气 蒂娜也意识到了无妙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动手打断他们时 一旁龙人却率先拔剑对准了几人 但这却让强盗笑掉了大牙 因为他们很清楚这里就龙人一杯急的冒险者 其他几人的实力都在一击以下 文言众人也看出 这伙强盗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而是有人故意出卖了他们的行踪 眼看强盗还在出言不虚 蒂娜直接一顺射了过去 在打断强盗说话的同时 也射死了在他们身后埋伏的铜铜铜 有了蒂娜这个导火索 众人也瞬间打在了一起 强盗们被打懵使 龙人也提剑冲了过来 然后连人带剑直接斩杀了一名强盗 同样男主也没有丝毫有力 直接一剑斩杀了剩下的两名强盗 只留下了强盗头子一人 打算问下是谁出卖的他们 强盗头子本来还想抵抗 但男主却只是随手上 便将他的剑给斩成了两半 接着男主将他暴揍一顿之后 给捆了起来 但看到男主满脸杀气的样子 蒂娜却突然叫住了男主 蒂娜的洗面奶 虽然是成功让男主清醒了过来 这两口子真一个比一个逆天啊 男主只是拜托舒尼 倒一只野兽来拉马车 没想到对方居然 直接抓了一只神兽过来 对于相对普通的蒂娜来说 真是有点心累了 在这之前 男主轻松地解决了拦路的盗贼 并将委托人安全地护送到了目的地 任务完成了 两国人也就此分开行动 由于这里离法尼德 还有很远的一段路程 男主决定买一架马车接着赶路 他们逛了一圈车垫后 男主觉得这里的马车都太普通了 于是便打算自己改造一眼 蒂娜忽然察觉有点不对劲 原来她怕男主将马车改造的 可以飞起来 毕竟人生地不熟的还是低调点好 男主解释道 微调而已 只是稍微提升一下速度 以及马车的稳定型 让马车变得更舒适 不会太夸张的 他们挑选了一架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到时候还要接舒尼 老板温馨提示道 这马车一匹马可拉不动 你们得多准备几匹马 或者能够驯服魔兽也行 处理完购买手续后 舒尼发来了对内语音 男主将自己这边的现况告诉了 舒尼表示 我已经处理完王国的事情了 正往你们那边赶 我会顺路驯服一只魔兽带过去 你们先找旅店安顿一下 小两口几天不见聊得不停了 舒尼说起来往事 你不在的时候 各大势力为了招募我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每天都有人在月之瓷监视着 你将月之瓷带走 还引起了王国不小的骚动 还有很多人为了招募我 向我求婚 通话结束后 他们找到了一家旅店住宿 又夜也是憋坏了 在外面都不准说话 住店的终于可以变成人形了 距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 男主开始保养自己的武器 忽然第二纳找来了 他来询问师傅的下落 男主表示 舒尼明天应该就能赶到了 刚好到了晚饭时间 蒂尔娜便留下来一起吃 饭后 他准备回去洗澡休息 而又夜想和他一起洗 于是乎 他拉着蒂尔娜 就在男主房间内的浴室洗 而舒尼这边 他已经物色到了一只不错的拉车魔兽 准备打包带走 第二天 男主来到了马车店 开始将他们买好的马车进行改装 男主不会是传说级别的锻造师啊 一眨眼的功夫就搞好吧 把又夜和蒂尔娜都看呆了 而舒尼刚好带着魔兽赶到 眼前的这只庞然大物 连男主都感觉有点吃惊 没想到他居然抓来了一只751级的神兽 蒂尔娜也是心累了 对身边一个个都是神仙啊 但这么大只的怪物怎么拉马车呢 贤惠的舒尼早就想好了 这只神兽还能变小 现在的这副模样 在街上走也不会引起骚动了 刚好同样身为神兽的 又夜能和他多通 这样就更加方便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男主正是踏上了寻找老友吉拉特的道路 在路上又夜和神兽聊起来了 他的名字叫杨炎 之前他和母亲一起治理着临风 但是后面他的母亲被冒险者打死了 只有他幸存了下来 是一个精灵小女孩救了他 没想到居然这么巧 那个小女孩就是蒂尔娜 小时候他见到路边一只受伤的小狗 见他太可怜就救了起来 舒尼对徒弟也太好了 见他们之间有这种羁绊 于是便把杨炎主人的身份过度给了他 夜间 蒂尔娜熟睡了 他还真是神兽之友啊 后面靠着一个大的 怀里搂着一个小的 而一旁的男主一眼看出了 舒尼让出杨炎的目的 毕竟他们两个以后 不一定会一直在他身边 让他成为杨炎的主人 他就能够随时召唤他出来了 今后就有人能够保护他了 不过如果你遇到危险的话 我也会随时赶到你身边 第二天 男主他们到达了法尼德的边境 远方有两队人朝他们走 原来舒尼提前就通知了吉拉特 对方是来接他们的 到达目的地后 男主也是感慨啊 没想到吉拉特发展的这么好 福底这么豪华 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身为高阶人类的自己 竟然会向自己的好友 用上全力 眼前的男人跟白毛一样 都是自己曾经的世俗 也是如今的初代兽王 他们已经是可以 互相托付后费的关系 曾经在无数魔物的包围下 杀出了一条血绿 时隔多年的再次相遇 两人有聊不完的话 当然也包括了 男主消失的原因 一直到傍晚 吉拉特了起了证实 自己的寿命将至 大概还有一个月时间 在几个礼拜前发现 一直停滞在体内的时尊 突然走动 后来又在舒尼提起男主后 他更加确定自己 应该是在等待男主的回归 像是神明为了实现 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随后 吉拉特郑重地向男主 提出了决动 原来吉拉特的愿望 就是跟最强的战士 来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 想看看自己跟男主的差距 最后以战士的身份 为自己发上句号 看着吉拉特无比认真的表情 男主接受了挑战 吉拉特并不打算将这件事一弯 他的左膀右臂 能理解他的心愿 而儿子跟孙女 也都是很好的统治者 如今自己唯一的牵挂 也就剩下跟男主单挑这件事 当天夜里 吉拉特就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 但是孙女不理解 为何听到这个消息 大家会如此地理解 吉拉特已经活了太久了 远远超出了正常寿人的寿命 看着一个个囤包 子女 朋友 在自己眼前去世 自己心如刀割 希望大家可以一同见证 接下来的日子 平静度过 除了天天吃事喝喝碗 为了能在决斗时打得痛快 还拿出月之词 帮助吉拉特修复了武器 明天就是决斗的日子 晚上男主跟吉拉特 又在老地方谈亲 吉拉特问道 如果找到回去的帮助 会抛下舒尼 回到原本的事件 男主也是坦然地回答自己 努力至今的目标 就是为了回去 但是自己会找到 两全其美的方法 就像以前遇到危机常说的一样 凑巧地圆满展开 第二天 大家来到了附近的森林 这里就是决斗选中的地点 看着许久没有这么开心的吉拉特 儿女们跟手下们都很释怀 一点都没有亲人即将过世的难受 他们将在悬崖上 见证吉拉特最后的光辉 随着一声呐喊 双方开始了激烈的战斗 森林像韭菜般一片片的被割起 儿子没想到 吉拉特竟然如此强大 舒尼也承认 对付认真的吉拉特也很吃力 然而 哪怕是这样 也仅仅是他们的热身儿 而随着热身的结束 吉拉特正式野兽化 释放出全部的力量 这一刻 吉拉特已经等待了太久了 他轻松地躲过了 男主的红色闪电三倍速 闪现到男主背后 随着一拳砸下男主 竟然被压制住 果然这样简单的招式 对付不了男主 于是 吉拉特使出了奥义绝佳 这招让男主挡起来 也感到失利 更让他没想到的这招奥义 只是阳攻 吉拉特再次闪现在男主背后 一套强有力的连招 这可是这五百年 努力训练的结果 等待的 就是现在这一刻 而对于已经拼上幸运的吉拉特 男主为自己没有使出全力 而惭愧 为了让吉拉特没有遗憾 男主决定使出全力 就在吉拉特 就要一拳打在男主腰上时 身体的虚弱 承受不住兽化的影响 不过即便是这样 这一拳也是触碰到了男主身体 终于达成了速率 不过他很清楚 这并不是男主的全部使命 吉拉特最后希望 作为打动男主的甲断 能让自己死在男主的全力一击下 吉拉特走得很安详 脸上还带着心满意足的样子 他是舒服了 但活着的人情平静 男主呆呆地坐在 跟吉拉特的老地方 望着运动 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舒尼怎么能不理解 男主此刻的心情 同伴的趣事 岂能好受 男主是万万没想到 曾经恶趣味做出的兽儿娘发家 竟可以让舒尼和 蒂尔娜很好地伪装成兽人士民 再搭配上一条毛茸茸的尾板 顿时让男主蠢蠢欲懂 之前在兽王吉拉特的葬礼上 男主又见到了一名曾经的辅助小号 高级龙人施瓦伊德 他代表的是法尼德的同盟国 龙皇国基尔蒙特 初始兽王的葬礼 所以男主一行来到各国特使的居所 看望施瓦伊德 从舒尼那里得知 他曾担任过龙皇国的初代龙王 但现在却和王室断绝了关系 在龙皇国安定后 他就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 原本这次龙皇国应该是二代龙王亲自过来 但由于他受了重伤 所以才委托了施瓦伊德 沃尔夫刚将男主带到后客厅后 表示自己还有其他会议先行离开 不久后 施瓦伊德来到了后客厅 见到来人是男主 直接让随从退下 接着立马单膝跪地 再次见到男主他打从心底感到欣喜万分 决定今后再次回归男主的回想 坐一赶贯穿敌人的锋利长毛 男主见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拘谨 意识还不太奇怪 随后听到舒尼直接称呼男主的名字 这才意识到男主可能真的变了 接着问舒尼为何是这身装扮 而舒尼听后 只是微笑回忆 这是男主的特殊品号 接下来几人围坐在一起 了解到吉拉特的离开缘由后 并也理解了他的做法 作为一名战士 必须要战斗至最后一刻才行 接着问男主今后有何打 法尼德已经调查完了 接下来男主想去圣地调查一份 施瓦伊德听后 让男主先行一步 他回龙王国交代一些事情后 再去与男主会 男主起身赶快乐 大家好久没有在一起组队 在此期间 就用新语来联络 接着直接召唤出了 施瓦伊德的专属武器针给他 在之前给吉拉特修复武器的时候 男主顺便也将这把武器的性能提升了五成 这可惊呆了在一旁的库雷 随后几人来到冒险者工会 男主打算将冒险者级别提升到C级 随便接了一份讨伐哥布林的委托 库雷见男主打算出去刷怪 表示自己也想跟着蹭一波经验 原本库雷接下来的工作 是要去调查男主与吉拉特战斗过的森林 确定是否存在潜在的隐患 男主决定解决哥布林后 陪他一同前去调查 随后几人来到哥布林的巢穴 又表演了一波满级大马在线待命升级 接着顺路来到与吉拉特决斗的场地 一眼望旋 之前大战留下的痕迹基本已经被修复了 几人来到森林确认树木还可以继续再生 周围并没有留下不自然的痕迹 产生的变异植物也需要及时清理 调查完成后 男主来到公会前台交任务 前台小妹确认了男主身份后 拿出一封冒险者公会贝尔利希特分部会长的信交给男主 巴尔克斯给男主留言 贝尔利希特王公想要召见男主 希望他紧怕活着 男主这才想起之前将魔物的一把圣剑 不小心打飞到了丽昂公主的寝室 估计他们就是为之是想要盘问自己 舒尼和蒂尔娜决定陪男主一同回去 布雷虽然也很想跟着一名前往 但受人并不能随意离开 男主让他别太沮丧 以后有时间会再来带他刷怪 离开前 男主还有一个礼物想送给沃尔夫刚 布雷将男主带到沃尔夫刚的居所后 男主拿出了吉拉特的两只裙套 在吉拉特去世后 男主将这对手套的石油准更变成了沃尔夫刚 虽然这副手套在与吉拉特的决斗中损坏 后来男主偷偷修复了这副手套 毕竟之前就与吉拉特说好 大战后会将这副手套交给沃尔夫刚 隔天辞别沃尔夫刚妇女后 男主一行来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步 拿出传送水晶 打算直接传送到月之祠之前的地步 毕竟坐马车回去实在太慢了一点 一眨眼就回到了月之祠之前的森林 雷达监测到周围有人在监视这里 舒尼觉得可能是王室想要确认月之祠 又会被留在某个地方 成为一个古老的遗迹 来到工会后 希莉卡直接将男主带到办公室 会长给男主介绍了在一旁的魔导师阿拉德 他平时负责鉴定工会的宝玉 阿拉德告诉男主 有一把白色刀身的大剑飞进了丽昂公主的寝室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骚动 好在没有任何人受伤 但那把剑附带的属性 材料的品质都是绝佳 简直是堪比国宝一样的粒剑 而男主之前拿过来的宝玉 通过鉴定得知 上面附着的魔力与宝剑的魔力非常相似 所以王室才想要召见男主询问那把剑的世界 男主瞬间感觉这件事可能瞒不住 这次召见男主的不是别人 正是丽昂公主本人 他好像对男主很有兴趣 晚上男主一五一十地告知点书妮 书妮听后猜测那位丽昂公主 可能是想招揽男主去做官 亦或者直接想让男主入罪过去结婚 并且瞬间为男主制定好的应对计则 如果是做官 可以直接拒绝 表示自己不喜欢即可 但如果是入罪结婚 那必须要有一个正当的联名 书妮建议男主 到时候直接说她是男主的卫风妻即可 如果对方还想继续纠 还可以假装蒂尔娜也是男主的卫风妻 对此蒂尔娜只是微微脸 并没有太多借意 幼夜听后瞬间不淡定 这么好玩的事 她必须要一起参与 隔天书妮为男主挑选了一件撑头的红礼 来到王都后 丽昂公主的护卫加德拉斯亲自迎接 男主在背后鉴定出这人高达188子 足迹她是王都最高的激动 将男主带到丽昂公主的面前后 两人简单介绍自己 丽昂公主表示自己并不注重男人入截 让男主随意激 今后可以直接称呼她的人自立 接着拿出那把飞到她寝室的大剑 男主知道已经瞒不住了 果断承认这把剑是当时自己打败普遥天皇 不小心打飞的武器 丽昂见男主眼神飘泼不定 看出男主不想大张旗鼓地承认自己的实力 于是主动帮男主洗脱了与这把剑的关系 男主一脸猛逼 难道这个丽昂不是找自己来兴师问罪的 就在男主愣神之际 丽昂公主直接起身 面带微笑地向男主发出决斗邀请 就在同时 某处的走廊里 一名神官被一团漆黑的影子笼罩在头顶 等他察觉到不对劲回头一看 瞬间露出了可怕的笔 在这个国家有个习俗 男人向女人求婚的时候 会送一把剑给女人 若是婚后男人敢不忠于她 女人就可以用那把剑砍了那个男的 并且还是合情合理 又合法的做法 因为之前男主将一把剑扔到了丽昂公主的寝宫 而他又不想稀里糊涂地嫁给男主 于是向男主发起了决斗 只要能打败他 就可以做他的如一小王军 几人通过传送点来到竞技场 虽然这个世界的传送魔法失传了 但是这些传送点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公主看出了男主的迷惑 给他讲解以目前最先进的技术 仍旧不能解析这个传送魔法的人 很快两人的决斗开始 丽昂公主表示他不想欺负男主 让男主先选一个趁手的兵器 男主随便选了一把剑 而公主选的却是一把巨剑武器 见他这么先行的身体 居然能将这把剑挥动自如 很是鬼 丽昂让男主一定要使出权力 不然他可能会弄伤男主 两人碰撞在一起不分伯仲 紧接着丽昂直接扔掉武器 给男主迎面一挤 男主很是吃惊 看来这个公主还会体术格奏 男主为了能和他打成平手 再次将能力进行了压制 接下来两人打算使用剑技来对决 男主率先蓄力火闪 丽昂见状平仰使用火闪蓄力 虽然技能是一样的 由于对方使用的是偏力量的武器 男主不敢硬拼 冲到公主进前来了个省地 让他一剑劈砍到了地上 男主表示自己是用了全力才躲过这一击 而他看出公主也快到极限了 事宜要不就当作是平手 再打下去也没有力 公主的护卫生怕他不同意 把自己摆给了男主 连忙出来当合适了 高手不招点到为止 两人旗鼓相当 没有继续打下去的丽昂 但打成平手就得留下来做官 希望男主认真考虑 他能给男主一切想要的地位 但男主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表示家里还有三个老婆等他回去 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正当男主要走时 立昂表示他会将那把飞到他寝宫的剑 当作是男主送他的礼物 意思就是男主向他求婚了 如果不这么做 就会有居心叵测之备用这件事大作文章 认为男主是蓄意谋害皇室公子 这可是要诸九头的罪名 当然高高在上的公主殿下 也不会白拿你小子的东西 让男主开个假 这把剑他要定 男主听后 分文不取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公主能行个方法 给他一个能够月朗皇室图书馆的权限 公主不敢置信 你小子是不是不知道这把剑的价值 用他换到的钱可以取成千上百个老婆 但男主一心想要收集情报回到现实 希望公主成全他的情形 立昂觉得那把剑已经挥动出了感情 肯定是不会还给男主 所以大家就个求索序吧 带几人通过传送点和到皇宫的时候 发现护卫都躺在地上 旁边还有个老头鼓势淡淡地盯着他们 男主一眼看出这人中了内火跟混乱两种诅咒 互为立马冲过去掐住公主 但还是为时以为 男主和公主都被他施法传送走 等回过神来 两人已经被传送到了一个废墟路 公主认出这里是圣地卡尔基亚 那个老头是王国的高级神官 公主很能相信 居然还有人能控制住他 男主邀请公主进入他的队友 方便接下来使用贵舞聊天进行联系 想要回到王都必须经过承赛都市巴尔梅尔 男主正打算通知舒尼他们去那里变合 不料对方率先发问 因为刚才一瞬间男主的IP消失了 他以为男主再次抛弃了他们 男主觉得现在事件有点急事 简单讲述之后 通知他们去巴尔梅尔集合 舒尼边走边给比尔纳讲述事件的危险性 因为接下来他们可能要面临战魔 但是从战气里酝养出来的魔物 会使人身陷痛苦的敌人 他们通常在战气中会获得强化 并且可以改变自己以外的怪物样貌 遭到战气侵袭的怪物 会无差别袭击周围的神物 战魔越接近人类 战斗力和智力也就越高 从对方能控制人类高级神官的实力来看 幕后的黑手应该是伯爵级别的战魔 等级大概在400级左右 蒂尔纳觉得自己连200级都不到 过来只能脱后腿 但舒尼让他放宽心 这次只是让他来实习而已 两人来到皇宫外围后 舒尼对蒂尔纳使用了隐身技能 接着抱起他一跃而起 直接跳进了城墙里面 一路畅通无阻 大摇大摆地走在护卫面前 目的地是地下监牢 这里关押的是那名被控制的高级神官 舒尼对门口的侍卫使用催眠 轻松拿到钥匙 打开牢门见到神官后 舒尼解开隐身 原来他与这位神官是老相识了 过来询问他相关的线索 老神官在清醒后 也不晓得自己把公主传送到哪了 非常自责 得意他现在平安无事 这才放心下来 舒尼正准备进化障魔对他的控制 旁边的阴影里跳出几根畜手 原来障魔就躲在这里 两人五百年前就打过一架 当时刚好遇上了天地变异 障魔被大地运动不知带到了何处 再次见面障魔觉得自己这次又行了 率先对舒尼发起攻击 结果没几下再次败下阵 剑打不赢 就想招揽舒尼做他的同大 反正那些高级人类已经消失了 你还守护这群弱小的人类有何意义 舒尼则表示不想看见无辜之人受到莫大的冤屈 所以必须消灭他 剑撞障魔更加老目 已被主人抛弃了这么多年 难道不会打到烦躁吗 为什么还要痴迷不误等待 那个不可能回归的高级人 舒尼也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召唤出了他的专属武器仓越 他能召唤这把武器 就说明他的主人已经回来了 舒尼轻松一击 斩下了他的脑袋 之后舒尼亲自领着神官去见了国王 说明了事件是战无所谓 替老神官洗清了所有冤屈 并且告知丽阳公主现在安全健在 要不得多久就会回到网友 国王听后这才安心下来 网友下面的人嘴巴严实点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得到国王的认可后 舒尼便离开了这里 由于马车在男主手里 舒尼打算直接徒步跑到与男主的会合点 在跑出城门的时候 由于速度太快 搞得烟雾缭绕 周围的人们诚惶诚恐地看着他们离去 繁华的落日 也就是男主500年前打败起源Buff的那天 这座城市也同时遭到了毁灭 后的人们称之为圣地 据说这里的魔物等级高的离谱 通常需要好几个玩家组队才能打赢 圣地卡尔基亚的四个方位都设有大门 之前的调查团是从南门进入的 在距离大门不远处还有个小门 里面就有开关大门的装置 两人没走多久 男主就憋不住了 他不想老老实实地迷路 想要直接跳到墙后面看看 可这里好似有什么禁止 并不能以非常规的手段离开这 直到看到一团光球 男主才反应过来 这里果然和游戏里面 这个光球是前往下个房间的传送装置 如果不经过这个装置 就只能一直在第一个房间徘徊 当然和小公主说这些 他肯定无法理解 男主不想暴露实力 只好提议自己先过去探查看看 实则男主是想提前过去把怪动鸟 免得在丽昂公主面前为手为脚 要是在他面前暴露了真正实力 怕是又要被抓回去做他的如意小狼兄 当然男主也没有把怪全部清完 还特意留了个精英怪给丽昂刷精灭 死灵系列 幽灵木乃伊 等级531级 会使用土和风气的魔法 这玩意一上来就放了个旋风技能 挡在男主面前 他决定自己处理旋风 让公主来输出爆 但他的输出显然还有点拉垮 没法一招两杀 所以男主只好又补了一包 这样公主也参战了 应该能刷到不少经验 让公主没想到的是 男主居然随手又掏出了一把神话 集中阶武器 破红罗 他越来越喜欢这位浑身是宝的男主 接着两人继续前行 很快又找到下一个传送装置 和之前一样男主先过去探了 在公主一起过来的时候 他的技能 丽昂觉得这玩意就是个大史莱姆 直接冲了过去 他一键砍下去 就和砍在棉花上一样 接着吉尔斯来伸出一群触手 直接给他捆了起来 这些触手居然还附带轻蚀效果 他穿的本就不多的衣服 眼看就要被轻蚀殆尽 男主立马冲了过去使了一招 杀成爆 这要是再晚几秒 估计这不翻就不给拨了 放下公主后 让他不要轻敌 打这种怪如果输出不够 就会一律无效 战略还是和之前一样 男主先上去用闪焰炸裂牵制他 打出核心水晶后 再由公主上去补刀 这次由他进行收割 应该能获得更多的经验加成 在打完boss后 男主别过视线 不敢直视丽昂公主 经过男主提醒 他才意识到衣服 已经被侵蚀的没有多少布料 两抹红韵顿时浮现在 他青涩的脸颊上 男主先把自己的外套 披在他身上 接着将自己的旧衣服 拿出来给公主换上 但公主觉得这套衣服实在太紧 根本裹不住他引以为傲的凶器 明明是在提醒男主去看 但又不许男主一直盯着看 男主顿感悟 你到底是让看还是不让看 之后为了提高公主的输出能力 男主用队伍聊天联系淑妮 他想要教公主一招模拟附魔 来强化武器 得到淑妮的确认后 这才放心地开始教导猎 只要握紧武器 往里面注入些许魔力后 喊出火焰 即可将武器转变成火属性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 怎么老被男主施舍还得了 武器是男主呢 衣服也是男主 现在技能也是男主 链子上有点挂不住 但男主让他别太在意 教他技能只是想提升 两人一起的存活率 而且他从丽昂这里 得到了这座圣域的情报 他应该更要感谢丽昂才能 之后两人找到了领主的房间 虽然此时还只是一颗蛋而已 但男主的身体好似有被吸进去的感觉 他觉得这座圣地 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去调查这 谈话间 蛋壳破碎露出了一只眼睛 在没弄清楚Boss的能力前 两人都不想轻举妄动 很快从里面蹦跌出一只诗旧 看他脚下有一层冰霜 估计这货应该会使用冰系技能 感知到自己被瞄准了 立马爆起丽昂就来了个大条 刚才他们脚下的所在地 已经被一大团冰晶覆盖了 紧接着继续吐息横扫 指挥这两个技能的话 男主的战略还是和之前一样 他上去牵制Boss 而丽昂躲在后面四级行动 光是逃跑还不行 为了公主的安全着想 冲上去用了一招 暴虐连斩 本以为诗旧被干掉了 谁知他用翅膀一缝 就把立昂扇出去老远 男主见立昂成功吸引了诗旧的注意力 直接奋身跃起 一招闪焰炸裂 朝诗旧的头砍了上去 直接将他的头给炸没了 刚想询问立昂获得了多少经验 谁知诗旧再次满血复活 男主立马意识到不对劲 这怎么比起源Boss的恢复能力还强 接下里必须使出全力应战 连忙让立昂去找圣地的出口 他自己则留下来牵制诗旧 立昂走后 男主直接换上了防御最高的黑色战甲 使用限制解除后 一招屏就砍了诗旧的脑袋 但很快他又重新找出来一个 男主也想知道自己使出全力能到什么水准 今天刚好拿这个打不死的诗旧来试试手感 而立昂这边正在寻找大门的开关装置 很快就找到了一扇小门 此时的男主已经杀了诗旧30次 他又不知道再打下去还有黑影 正当男主打算使用封印技能的时候 在诗旧体内露出了一颗白色的光球 并且还散发出了一股犀利 这和一开始遇到的那种感觉一样 男主随意朝他挥了一剑 但攻击都被吸进去 这下可棘手了 正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 身体被一团金色的光缠绕起来 伴随着被拉扯的感觉也消失了 他感觉现在应该可以打败诗旧 冲过去先削掉他翅膀的一块进行测试 果然他不能再生了 直接奋起用了一招严罗术 将技能束缚在诗旧的脖梗处 几秒后连同诗旧的身体炸的渣都不上 打完诗旧后 身上的金色光运也没有了 此时利昂也赶了过来 他不敢置信 男主居然独自斩杀了诗旧 之后两人通过大门的出口一起离开了圣域 之前与舒尼约好了要在巴尔梅尔会合 刚好利昂知道这一带的地形 只要确认好山的位置 朝东边前进就对了 而舒尼这边 这时也收到了男主离开圣域的信息 得知男主打算和利昂在外面露宿一吻 瞬间不淡定 这荒郊野外的 利昂那么柔弱 这要是男主晚上把持不住 想到这里立马命令羊炎加大马力 一定要尽快赶过去与男主会 而男主这边正悠哉地拿出了茶杯 利昂得知男主居然拥有道具箱这么方便的技能 直接跑过去和男主贴贴 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这么优秀的人才 男主被他挤得小脸功夫 但还是坚决不肯妥协 见男主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他这才收手不再调戏男主 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有魅力 平日里的他一直被人监视着 需要随时维持王族的身份与形象 其实他也想像个普通舞台一样 偶尔和朋友一起打闹嬉戏也挺开心的 接着一把抱住男主的胳膊 觉得只要在他身边就会感到非常温暖 男主让他只许就这样抱着 千万不可以蹭来蹭去 第二天一早 男主感觉不太对劲 利昂听到动静也从帐篷里探出脑袋 定睛一看 不远处居然来了一大群数不清的不死族 这黑压压的一大片 估计能直接刷经验刷到满心 男主一觉醒来就看见一大群乌气骂黑的不死族 据公主所说 从圣地一出来的魔素聚集起来后 就会形成这样的兽巢 虽然尽是些低等魔物 但这个数量过于庞大 男主决定在这些魔物侵略巴尔梅尔之前 前去与那里的士兵们一起抵御这波兽巢 很快两人来到巴尔梅尔 预计兽巢要不了几天就会抵达这里 两人分开行动 由男主去冒险者公会骂人 而公主去领主那里搬救兵 男主来到公会说明缘由后 抛出了之前蒂尔纳给的那封黑色推荐信 这里的会长便吩咐下属安排平民去避难所 而男主则打算留下来协助会长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之后男主想去找公主了解他那边的进展 路过一家喵幻乐园的店铺 感觉很是熟悉 就在这时舒尼发语音通知男主 他已经到附近了 男主让他过来后先去找领主或者公会长 告诉他们他接下来会加入防卫作战 接着遇到了500年前游戏好友的辅助小浩 不过既然舒尼都留下来 在这里遇到他应该还算正常吧 得知男主想要处理寿潮 辅助小浩觉得男主在发现的时候 应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为何还要大费周章跑来这里 原来男主是因为丽昂公主在旁边的缘故 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 接着两人聊起了刚才发现的喵幻乐园 原来那家店和月之寺一样 是男主好友裂缝喵的店铺 不仅裂缝喵 还有暗影和神圣有在这 但这三位都是在游戏时期死亡的角色 按照先前的设定 在游戏里死亡是不能复活的 现在为何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男主感觉很是惊讶 不仅如此 这个辅助角色手里 还有一份留下来的玩家清单 男主这才知道 留在这个世界的玩家还有很多 但大多数都是与男主 有着千丝万物关系的人 另外还有一份被称为玩家杀手的清单 这些人在游戏时期 就干掉了男主不少的同伴 他们是一群以杀人为乐的异类 据这位辅助小浩所说 一开始发现这个世界 还有遗留玩家的时候 是舒尼主张要寻找这群人的下落 但舒尼为何要瞒着他们 就连还有其他玩家的事也一概不提 这位辅助小浩觉得他们作为主人的下属 舒尼的这种做法无疑是背叛行为 刻意对主人隐瞒重量情报 这是绝对禁止的事情 但以舒尼的性格来看 想必他并不是想要加害男主 可能是还有别的隐情 之后这位辅助小浩表示 他要在接下来的防卫战发一场横财 既然男主在这里 他一点也不担心城镇会被攻陷 而是要在这期间去便宜收购一大批物资投货 果然这家伙的设定 还是和之前一样超级爱情 之后男主调查了前几次的兽巢 在那群低肩魔物里面 也出现过几个强大的作体 兽巢的规模越大 出现的概率就越高 看目前这个形式 这次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几个强大的投资 就在这时 刚好遇到了赶过来的第二大和右叶 而书尼则因为太受欢迎 被领主留在那边招待 一时半会还离不开 隔天与书尼会合后 男主谨慎地观察起了书尼 他昨晚回来时 男主并没有询问女男玩家的事 跟随书尼见到了巴尔梅尔的领主 在兽巢进入射城范围后 他安排书尼率领的第二组 对魔物进行大范围魔法轰炸 而趁乱进入后方的魔物 则以丽昂公主率领的第一组进行上后 之后男主一脸为左地表示 想要打造一身强化隐身的装备 回到月之祠一番悄悄打打过后 他掏出的却是一把害人的人包 傍晚派出去的赤后部队 已经确认兽巢即将来临 丽昂公主表示 这是测试男主那把大剑威力的绝佳时期 带他去战场就位后 书尼过来告诉男主 他决定在此次战役过后 想和男主单独聊聊 很快魔物进入了书尼的射程范围 他率先使用了一发苍蓝裁决 把那群魔物们垫得支离破碎 丽昂也命令第一组进入战备状态 此时的战场已经被书尼轰炸出了六个大坑 但后续的魔物还在持续引进 此时书尼的技能进入冷却状态 这第二波只能由男主前往解决 只见他一跃而起 一招虎浪打击过后 在兽巢中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爆破队 紧接着一招猪狂仙横扫八方 营练的魔物被轰炸得连扎都不剩 就在丽昂公主想要出去补刀的时候 这波惊念不能全给法师们吃了 就在这时 一声惊天怒吼洞彻整个战场 终于出现了一个精英怪 丽昂公主兴奋的赢了上去 想要单吃这个怪的精英 但威尔海姆可不会惯着这位公主殿下 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修女丽西亚 他正打算帮蒂尔纳恢复一发就见底了 也就这一眨眼的时间 威尔海姆和丽昂公主已经解决了精英怪 他之所以赶来这里 是因为兽儿娘赶知道男主陷入危机 虽然他知道男主的真正实力 绝不可能会陷入危机 但他也想蹭这波惊艳 所以还是赶过来 此时在最前方的男主 看见了三只巨大的精英怪 他直接装备一身隐藏气息的铠甲 一瞬间就捶烂了一只精英怪的脑袋 一旁的士兵看得目瞪口呆 几方阵营啥时候有过这么厉害的红甲士兵 男主手持的是一把不分敌我的魔君 让士兵们赶紧离开这里 舒尼在一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只是轻轻一挥 就吸光了附近所有的生机 同时这把武器还具有很强烈的仇恨效果 很轻易地就可以吸引头目的注意 兽朝首领率先一发精神攻击 虽然男主啥都没感觉到 但他身后的士兵却倒了一大片 为了尽快结束战斗 男主直接限制解除 只是很随便地砍了一刀 头目就直接被砍得支离破碎 暴成了一滩血水 后方舒尼率领的法师小组正在治愈受伤人员 伴随着男主打败兽朝头目 舒尼给男主谈话 后方的怪物已经全顾歼灭 无一人死亡 在那之后 巴尔梅尔的领主决定对立下战功的人进行夹奖 男主和蒂尔纳非常射死地坐在一起 他们都不擅长应对被人关注的感觉 而人群里最显眼的舒尼 却很从容地应对周围人们的目光 接着男主左拥右抱地被二女夹在中间前去搬奖 周围的小伙子们顿时羡慕地要命 一身礼服装扮的丽昂公主健壮 主动问候男主 小伙子年纪轻轻要悠着的 不要玩得太坏了 男主本想解释不是他想的那样 但舒尼一个眼神就让他闭上了阻碍 之后两人来到天台 舒尼主动提起了其他玩家还存在的事 他之所以瞒着男主 是因为了解男主的性格 要是知道有那群匹配玩家的存在 一定会变成和之前一样 冷酷不许任何人靠近的样子 他当时在游戏时期处于萌昧状态 勉强可以承受男主的那种态度 但如今他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的他绝对无法承受 因为他知道 他根本无法替代男主在现实里的未婚妻 只有像男主隐瞒这些 他才有可能会有机会替代他 此时舒尼已经潸然泪下 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淌 男主一把将其抱紧怀 要是他站在和舒尼一样的立场 他会和舒尼做出一样的选择 当初他打败起源豹 被传送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本以为自己又变成了孤立无援的人 就连月之祠里住着地儿了 他都不想承认那里曾是他自己的房子 直到舒尼对他说欢迎回来的时候 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到安心 心想原来舒尼还记得我 只有有人牵挂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归宿 让舒尼以后不许再对他有任何影响 紧接着舒尼问男主 是否还深爱着那位玛丽诺小姐 因为曾在游戏里死亡的他 可能已经复活在这个世界的某处了